籃籃的這樣 只是他該用力的時候 他就很快 年年的祖宗王 對 他的臂展跟判斷也是相當的好 不要看他慢慢籃籃的這樣 只是他該用力的時候他就很快 哇 陳孝榮也來 這其實就是留下他教練 哇 腳踝踩到了 哇 而且他還留在場上 其實雲道非常仰賴他們的外線 那陳孝榮投進之後 要看一下慢動作 他的右腳腳踝啊 剛剛一投了 哇 相當可惜啊 剛剛相當的有信心 我們看一下 這是他等於例行賽正式的第一場 結果踩到了吳戴豪的腳 在落地的時候踩到了吳戴豪的腳 這個真的是很難解釋 因為一個是要往前 兩個都要往前 因為戴豪也是要防守嘛 去封阻 那當然 孝榮投籃也是要往前 哇 真的是 只能說運氣有點不好 這種翻船喔 其實會對他的腳踝 有些時候韌帶會帶來一些傷勢 對 而且是 我覺得他狀況應該很好 不然不可能這樣出手 對 接到球就拔起來了 包括第一球投進45度角的盧傑明 剛剛陳孝榮過來過半場 一下就出手 哇 那表示他們訓練量 跟一開始開技 對自己信心是非常足夠的 是 我們看一下這個 再看這個player 而且這馬上拔起來 看到是戴豪對他 很有把握 因為吳戴豪他醜得比較沉退 哇 謝謝